这叫格物 所以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 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这个本 用儒家的 两纲八目 这个八目当中第一个功夫就是格物 格除物欲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于敬于功 他得要下格物的功夫 所以夏林居老居是说 改席为利命之机 一个人的命运要能转变 改变 改掉自己的习气 习净 业自消 习气 能放下 清净了 业障就消掉了 我们看了凡事训 了凡先生能改造命运 他的关键点在哪 我们看清楚 这里面 就有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的 窍门 跟智慧在里面 我们俗话常说 内行人看门道 了凡事训这一部经典 包含大臣经典 我们都得很深入 去体会其中 这些佛菩萨 主人翁的表法 就像 法华经 有一品经文 叫常不清菩萨 这一本品经文 我们就要好好去体会了 专门介绍这一尊菩萨 常不清菩萨 遇到人 就给人家顶礼 你有佛性 你一定能成佛 那这个是落实 首先 普贤性 礼敬诸佛 普贤识愿 厚厚胜浅浅 假如没有第一个 礼敬诸佛 第二第三就上不去了 因为我们有礼敬 我们的心 才是真心 我们一不礼敬 有傲慢 那就烦恼做主了 我们今天要学佛 我们的心 用对了 才能领受佛法 所以佛法有一个词 叫法器 器是器皿 能装 我的心要处在 神像的心境 才能把佛陀 老和尚的教法 纳受在心 那首先就是 恭敬 不傲慢 所以印光祖师说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 有啊 我打开 老和尚的 开示 我恭恭敬敬地听 那请问 我们对老和尚的恭敬 有没有用在对家里的人呢 有没有用在对亲戚朋友呢 假如我们对老和尚用的是真心的恭敬 请问真心会不会在 面对亲戚朋友的时候起作用 会啊 假如我们觉得是对老和尚是这样 对别人没有这样 那这个不是真心了 这可能是对老和尚前世的远很好 但里面有情子 一真 一切真 真心一真了 一切都真了 一忘 一切都忘了 华严经这一句法 用在关照自己 太重要了 我们就不会自欺了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要对照经典 不然我们就会落入 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自我感觉良好 常常是跟张三 是跟李世比 不是跟佛菩萨比 我们要比 要跟常不清菩萨比 要跟释迦摩尼佛 跟老和尚比 我们对老和尚的恭敬体现在哪 我遇到同修 一见到我很激动 我常常梦到老和尚 还把他跟老和尚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 然后还送我一张 我都觉得 我是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我接受了 摆了一张 他跟老和尚照的照片 人家一进来 你怎么放这照片 可是我不接受 又没有横顺众神 那事事无碍 还是接受了 那我们送人家 自己跟老和尚照的照片干啥 还拿了 你看我们办完课程 你看天空瑞相 拿了一本 给我看 学佛最怕着相 你慢慢慢慢 在那里翻给人家看 又遇到 太殊胜了 太赞叹了 你又自我感觉良好 就会着了 所以我们的心 随时会因境界 产生染灼 贪灼 在里面 所以佛法 重食指 不重行事 这个话就是怕我们 灼了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正住双修 住修 就是积功雷德 在哪里积功雷德 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节物 通通都是功德 通通都是念佛 念这个字 老奥上说的 精心 心上真有佛 过 扶